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宗 發生要在加拿大男同性戀者虐殺案 兇手上傳了一條影片 影片的內容就是 對一名來自中國武漢的男同性戀者進行虐殺 之後更加將受害人分屍 寄給加拿大不同的政黨 今天探員X就和你一起調查這宗 武漢男同性戀者臨進遇害案 看看兇手如何對這個離鄉別者的學生肯當下獨手 哈哈哈哈 在2012年5月25日 一個血腥影片網集出現了一條影片 影片中出現了一個赤裸的男子 面部被蒙著 雙手雙腳都被綁著 他清楚看到這個男人是想反抗的 但就不成功 畫面一轉就另一位男生出現 他們用冰錐不停刺入被綁住那名男子身上 之後更加將被虐男子的頭顱割下來 殺害過程亦有奸尸 放血 肢解受害人的遺體 最變態的下 兇手更加直接將受害人屁屁的肉割下來吃掉 而且兇手亦都用肢解下來的手幫他進行自衛 本來內容已經變態恐怖 再判上暗黃的燈光 背景音樂 令整段十分鐘長的影片更加噁心 由於影片極為變態 當時已經引起了加拿大警方的注意和調查 在四天之後 即2012年5月29日 加拿大保守黨總部突然收到一個染有血跡的包裹 收件人打開之後 發現原來是一隻男性的人腳 之後警方在郵局都發現了另一個染有血跡的包裹 裡面也放著一些殘肢 於是警方就估計 之前變態影片的受害者 正正就是這些殘肢的擁有者 而且也認為之前上傳變態影片的那位兇手 就是寄出包裹的人 加拿大警方很快都確定 死者是來自中國武漢的留學生林俊 於是加拿大警方就根據林俊的生活進行調查 就例如他所工作的地方 一間便利店 和向他的朋友和同學問話 大家都一致認為林俊雖然話不多說 但他是一個好人 同時林俊身邊也有人透露 原來林俊是一個男同性戀者 有了這項線索之後 警方很快就鎖定移空是一個加拿大人 他的名字叫Luca 是一個傷性戀者 從事無特異的工作 有時也會拍攝色情影片 但為了錢 他也會為一些有經濟能力的同性戀者 提供性服務 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名人 而他也有抑鬱症的病史 需要終身吃藥 警方在調查Luca的時候 都發現原來Luca曾經上傳過一系列 變態藥貓的影片 例如用吸塵機吸著小貓 令到他窄息死亡 以及把小貓餵給非洲的網舍吃 雖然當時網上有一群網友關注這件藥貓事件 也有向警方舉報 懷疑Luca就是藥貓兇手 但可能因為沒有牽涉到人命的傷亡 所以當時就沒有受到警方的重視 之後曾經有一個英國記者就藥貓一時訪問過Luca Luca竟然回覆他一句 一個人一旦品嘗到血的滋味 就不能停止殺落 如果再殺落的話 要殺的就不是小動物了 幫Luca進行訪問那位記者聽到這句之後 就認為Luca真的可能會這樣做 所以就立即報警 但當時警方就沒有理會這個記者 但如果當時警方有總視網民和記者的報案 死者林俊 是不是不會死呢 最後加拿大警方在Luca家附近 確實是找出了林俊的殘肢 在種種證據之下 鎖定Luca就是兇手 但無論警方怎樣找他 都找不到 之後更加要對Luca發出紅色的通緝力 幕後全球一起追捕他 最後Luca在案發一個月之後 在德國一間網班被德國警方拘捕 而Luca被捕那一刻 他正在欣賞自己被捕通緝的資料 最後Luca一級謀殺罪罪名成立 這宗案件也正式落幕 可憐林俊的家人就永遠見不到他這個兒子 剛才聽過這麼恐怖的案情 今天我們又請了三位在童子圈的朋友來 我們有阿星 有Avis 也有我的觀眾Dilan 剛才的案情大家都了解過了 我想問童子圈是否真的很小 令到大家很無防備心呢 這個都認識這個 這個認識這個 他那是他的朋友來的 應該都不會有事的 這件事當然不會的 童子圈本身就小 我覺得防備心低這件事 最主要是因為 男生會比較容易約到其他人 可能比較容易認識到其他男生 所以當你這麼容易認識到人的時候 你的防備心自然會低 是怎樣容易呢 因為我們可能男生認識人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交易APP 其實男生通常會比較單刀直入一點 可能我想找到什麼都會直接說 所以就不會繞圈的太多 不會像女生一樣 可能還要出來吃個飯 繞好久才入正題 所以男生會比較離得很快 走得很快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個正題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我想那個正題是類似 如果是找婚的話當然是要出到你 去到酒店或家裡進行性行為 或者SAS 但如果去找LTR 其實都是要出街 摸索大家曖昧的階段 如果大家覺得是合適的 就算是承認這個戀人的關係 我自己反而覺得 同性戀戒別很快結束 我自己其實很多今天聊完 明天就失蹤了 真的聊得很近 可能聊到不遠睡 聊到凌晨 跟你好好聊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一件事就是 我不敢說男人 但同性戀的男人 因為我自己聊得那麼多 我覺得他們其實很容易變心 還有他們的想法很快就變 我今天對你有興趣 我今天喜歡你 或者我今天想追求你 或者我今天真的想追求你 其實我明早睡醒 我可能的感覺已經不同了 我想摸一摸APP 看到我更加正 你們交友那麼容易 可能透過APP打開就是 其實我想知道整個步驟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件事應該要做什麼 我自己第一步就是想先 想想 之後就是問你老婆什麼 你找什麼 如果你找 有什麼答案 不外乎幾樣的就是 LTR就是Long Term Relationship 接著就是分 這個就是最多 可以在一個廁所裡一會兒 都可以很長 你來我家 One Night Stand 即是 如果去家一晚 One Night Stand 已經算是長 對 有分長和短的 我們會有Quick Fund Fund Sess Partner Sess Partner 可能會比較Long Term 還有一個Camp Fund CF 就是有藥物底下的性愛 你的沙圍 他所說的沙圍 年紀 身高 體重 這幾樣東西大家都覺得符合要求 或者如果他再有些癖好 我們剛才說到一些 SM 然後主爐 你有沒有再問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喜歡做的事情 曾經有一個人問我 玩不玩主爐 你做爐 我做主爐就玩 然後他說他不行 我說那算了 因為我真的 出於這個意識 我真的不可以跟一個陌生的人 我要處一個下風或者鼻菌 就像這宗案一樣 我真的不可以一口咬定 林俊他就是其實他在玩這件事 但是 玩這件事 真的玩這件事 他存在了很大的危險 是不是因為就是 那麼多時候 你發生這些性行為的時候 一定是一些私人的空間 一家裡一家裡一家裡 一家裡一家裡 兇手和受害人都是 去一些私人空間 去發生這些性行為的時候 就遇害 其實你們有沒有試過 譬如約人出來的時候 有什麼危險的經歷 真的去到房間 或者去到他家裡 但是我身邊是有一些 就是中學的朋友 他們出來 就是剛剛入圈子 就真的試過被人飛 或者其實他們根本還在摸索 正在摸索性行為 是一個什麼的回事 但是他們就會被主導方面的工方 那方面就會逼他做一些行為 即是他覺得不舒服 只可以說是非物質 輕質的 結果有人用假想騙我 即是你已經和他聊了一段時間 聊到很久了 深入了 然後他有一天跟我說 其實這個不是我 我會覺得他開玩笑 誰知道他真是認真的 然後他給他的真身對我看 是差很遠的 因為他也是一個年紀較大 真的都差很遠 我覺得這樣是騙 我不是說損失很大 但是我也是被騙 老實這樣問你 如果當初他是用他真想跟你聊天 你會不會跟他聊天 不會 是 所以 真的因為真的有要求 再帶回座 其實再去談到文化方面 就是大家都試過被人騙 好像有些 即是有些同志 甚至是我們 我們一個community 有些叫HeHeSecret 即是有些都是mambi的人 在說自己的經歷 其實會有人覺得 騙是英佛 或者被人騙是很普遍 所以 有些人會轉化到 既然我已經被騙了這麼多 不如我都去任性一次壓下人 而導致大家可能會有些 不愉快的經歷在文化上 即是這個文化會比較普遍 我覺得 有 我真的試過 約了出去之後 是跟真人和張相片 是不是一個人 是呀 沒有真的走 去洗手間 然後就不會再出現 我其實都比較小心 有每一次出街 或者跟別人約會 無論我純粹真的約會 我都會跟朋友說聲 那我就會說 如果這樣 我只是說笑 我只會說 11點都不WhatsApp 可能我死了 你真的會這樣說 我是說笑的 但是我真的會 晚上差不多時間 我都會 測試我的朋友 我只會危機而認識 剛才你說HeHeSecret 順便有很多你們的朋友 去分享的 騙人的經歷 或者被人騙的經歷 其實是否一件很常見 大家都 其實 暗底都接受了這件事呢 或者很無奈去接受呢 我想是當有一些 受害人或者去投資 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的人 下面有很多留言都會說 有些人會留言說 你預料了 這些留言如果被受害者看到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傷害 或者好像普羅大眾 或者一些人會覺得 其實HeHeCommunity就是這樣 有很多騙來騙去 但圈內的刺民化 其實都很嚴重 我覺得 會覺得好像 你遇到被人騙是 是很常見 是應分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是騙的人 他是騙人的 我想他 我真的不透露 但他 真的不是朋友 來死家 但他騙過很多人 金錢上 十萬 但加上 這麼多受害者 都可能幾十萬 因為我這個朋友 都挺殺死的 我想知道 手段是怎樣 其實都是透過網 交友軟件 去認識別人 然後就跟國人去談 你當中可能也有發生那些關係 然後 無論他當時是否單身 都好 他在拍拖 他都會 只要需要要錢的時候 他就會重屍顧忌 他會怎樣去騙呢 就有很多藉口 其實就不是很硬 但他直接說 你給錢 不是 家裏有人病 這麼老套 就是這麼老套 是啊 然後 我認識他這麼久 都不知道原來他媽媽 可能他說 我媽媽在加拿大 然後他現在病中 但我沒有錢 我要買機票去探望他 去看他 其實我這個朋友 看到他的惡痕 有網上 一些受害者 去公開他的相片 他們的對話 當然 我沒有指證他 我看到我都假裝見不到 我自己知道就算了 因為大家是男生 其實很多同志都很 很有成就 所以其實很容易 當他們需要情感 需要的時候 如果是這麼英俊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介意幫你的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是哭著你的心 他們這樣覺得是在照顧你 他們是願意去幫你去解決 其實都是一個普通的戀愛中的關係 只不過是變成男女變成男男 應該是年輕一點的男生 照顧一個女生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那剛才其實都看過了 我們看過很多兇手的照片 其實兇手都是一個比較帥仔的人 他對自己外表很有要求 其實我想很多member 其實他對外表都有要求 有些會化妝 有些會瘦甜味 或者一定要將頭才出街 如果像兇手一樣 是比較帥仔一點 其實他是不是會比較容易 有他的優勢呢 我覺得這不是不帥仔的問題 就算他是帥仔 他不可以持著他是帥仔 而可以摸我這樣 因為始終我覺得這是一個模範 而我覺得最基本要有的是 大家要尊重 他看著我 不要緊 我發不出他看著我 就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他摸我 和Vicious 是令到我有一個 他在接觸我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問題 是在於不是他的外表 而是他和我沒有身體接觸 因為我少被偷拍 偷拍呢 因為個人都比較蠢 他偷拍呢 他忘了會閃光燈 但我完全沒有東西 我就是你拍 但是如果他摸我 我不喜歡 那一刻你會很不舒服 你會很害怕 不關他的樣子 而是他是一個陌生人 我不認識他 就算現在我去摸你 你都會感覺到 你去過那個場景 你不是 supposed to be offenced 但是你被人 offenced 我會覺得 因為剛才我們 講過 一些能力比較保守的 一個member 你才會這樣想 比如剛才阿星說過 你說 很多member 其實十個 有九個已經 分分分 其實都應該 我理解 應該是 會對性開放一點 是啊 那是不是呢 其實就是 那當然 你對於一些漂亮的東西 可能覺得對方漂亮 你本身就會 你都會喜歡漂亮的東西 可能對方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便會覺得 我沒有那麼抗拒 當然 男人看到美女 突然對你 趴眉弄色的話 你都會覺得 挺好的 對我們來說 當然會 挺好的 加分 當然你不會第一次抗拒 所以 當然 如果你說 Depend on 他做些什麼 如果 自己英俊做些 很過分的行為 其實 他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便會覺得 看見這個人格出來 對 就算他漂亮也好 他做這件事 已經是令你扣分 所以 但第一次 你都一定會覺得 沒什麼所謂 他英俊 但如果他英俊騙了你 你會不會 都OK 起碼他英俊 也有好處 玩過 我想也可以 這個論法很正常 對 你會安安自己 始終他英俊 也可能跟他 享受過一些時光 但你也會失望 你會覺得 你以為他是英俊 文則笨笨 或者他有這種外表 或者他好像 我們會談到 可能他會拿出一些手段 去誘騙你的時候 你一定會好像 假設了他一個好人 或者假設了他一個 一個套餐 我這樣說 是這麼完美的人的時候 他在欺騙你的時候 其實那個落差 會很大 我想是那種心靈的傷害 其實看回案件 當中的兇手 為了想自己紅 他更加是虐殺一些動物 他在這個方法 拿到成功感之後 他就真的成為了一個網絡紅人 我想問你們 有沒有認識一些人 或者在這個圈裡面 是有些是真的很變態的 又不是去到變態的 我想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平常 就算你打開那些APP 或者同性類的隔壁裡面 會有些人喜歡玩 像你講SM 菌綁 或者有些人喜歡用一些藥物 令到那個過程 你會更加一種飄飄然 好享受的感覺 我自己最多都是見過這些 見過是怎樣見 聽聞過還是真的 其實會更多的 你打開的APP 你已經找到很多的 如果這個標誌是有雪糕的圖片 其實它是代表著 它是有藥物去找一些感受 同志圈裡面 冰是幾樣很常見的毒品 令到大家越來越 就會用雪糕、刨冰的圖片去代表 剛才聽了這麼多位同志的分享 其實都很想透過這個節目 帶出就是希望大家放下 對同志的有色眼鏡 你可以不是同志 你可以不認同 但希望你也尊重同志這個界別